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台灣地區不是很好 不是太好了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談談台灣地區的事情 想不到這個西媒也不給台灣面子 台灣究竟能否進入聯合國大會 美國人當然想他進入 但是 李陳時中有投書到美國媒體 教別人如何成功防疫 但是這幾天的事情令很多人沒有信心 現在德國陌生出了一篇文章 真的直指台灣地區 他直接說 台灣地區是想和新冠共存 但是 台灣地區所謂的新台灣模式 他們的原話就是 混亂不堪 之後就說台灣防疫 為什麼每一次都慢半拍 不是超前部署嗎 是的,我也想說這句 超前部署是什麼慢半拍 超前地慢了半拍 這個新台灣模式 不斷滾動調整防疫政策 但是令到民眾很困惑 亦都被民眾強力批評 這樣就叫超前部署嗎 忍好 有專家就說 台灣對當前防疫政策的矛盾之處 就是 它曾經是成功過的 但是永遠只是看過去 現在好像不在看 現世發生什麼事 只是看去年 年頭的時候 去年年中也很嚴重 年頭的時候還可以 受到過去的成功經驗 人口 這個叫做 束縛 台灣地區 疫情的繼續升溫 當然 它連續兩天是跌了一點點 但是 也是百萬多 跌了真的一點點 根據 陳時中 我們最新有的數字 究竟是多少 連續兩天就是這個離開世界的 島內的台灣人 都是59 連續兩天 59就是島內一個新高 那麼 最新確診數是多少呢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是跌了一點點 不過都是八字頭 84,639個個案 很不堪地 我們那天估計很快過八萬 是過了的 累計確診數是1240897個個案 累計 離開了人世的數目 就是 1343人 我們看看 其實 這個陳時中 還說了一句話就是 疫情進入廣泛的社區 流行階段 預計 就會 5月下旬就達到頂峰 5月下旬 我們現在是21號的了 再給他一個星期 多給他一個星期 不是怎樣 現在呢 我看到你有沒有 第三級防疫 他們亦不會這樣做 那麼 怎麼可以計算到 5月下旬 到達頂峰呢 可能會更高 行不行 陳時中就說 究竟是否頂峰呢 就看看今天 星期天 星期日 之前 島內不是試過單日9萬宗嗎 接近兩天也有稍有下降 降到8萬多 根據 陳時中的說法就是 昨天 北北基屠 就是 台北 新北 基隆 桃園 還有新竹 還有台東 都有下降趨勢 而中漿頭 就是台中漿化 南投 就有上升趨勢 有些地方降的地方升 另外 雲林 佳義等地方都有 有上升的趨勢 目前的大趨勢是什麼呢 就是 早發生 爆疫的地方 就比較持平 或者緩慢地降 中南部就是持平 但是有些地方 遲爆的就升了 嗯 究竟是不是真的 已經過了高峰呢 就要看看今天 今天因為未出數據 22日的時候未出數據 比王喜叫 莊仁祥那位 應該叫莊天祥那位 莊仁祥 好笑 比王喜叫莊天祥那位莊仁祥 就是陳時中的發言 疫情在5月下旬 即是 22日 到31日可能會某一日達到高峰 這也挺廣 當然 他就說 連續兩日稍有下降的趨勢 不過再需要觀察一下 目前看來 檢驗陽性率沒有大幅上升 疫情可能會處於 高原區 一直都是 八萬多億 應該這樣平穩下來 當然 西梅就覺得 台灣地區 因應疫情變化 不斷調整 防疫政策 是可以 但實在太混亂了 例如 在5月12日起就實施快篩陽性即確診 的這個政策規定 對三類對象 如果快篩是陽性 就等於是確診 包括 居家檢疫 即入境人士 還有居家隔離 即是與確診者有接觸 以及自主 防疫 這些人士 都是 只要你快篩是陽性 就是覺得你確診 但是 快篩陽性之後 仍然要透過遠距離的醫療診斷 經 醫生 叫做 判斷確定之後才會列為確診 如果對快篩結果沒有共識 或者 並非這三類 之外的其他民眾 就可以由衛生單位安排進行PCR檢測 這個政策 主要是將 輕重症分開 避免民眾大量湧入醫院做篩檢 導致醫療的 負荷超載 而實際上 現在氣肉 執行的情況 令到島內民眾 感到 大為困惑 因為 混亂不堪 無所適從 這個是 在西媒說 當然他們也有一些駐台灣的記者 好像一位 鄭陽的 他就跟德國嘟音說 這件事應該是指向唐鳳 他說 我有事 預約在線 看病 根本無法約 那個APP 應用程式 根本沒有顯示台北市 有可以預約的診所或醫生 醫院也顯示不到 然後 他就給了一大堆合作的診所 電話也打不進 後來 也聽說 原來 那個 APP 軟招 就是 他們的單機 單機 因為 太多人用了 太多人湧入的時候 就全部 是倒了 即是壞了 動不了 唐鳳很厲害的 全世界 十個最聰明的人 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關聰聰明的事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心去 資源有沒有投入去搞一個APP 所以這位楊小姐 原來他就是 日前隔離時 快篩結果是揚醒 他真的接受了德國嘟音訪問 這位楊小姐也說 快篩揚醒的人士向政府通報 個案的過程 想不到通報的過程也很複雜 是怎樣的 有些年長的人士乾脆放棄 他就說 他覺得 為何複雜 原來是在於 3、5天 改一次政策 令人不知如何澎佈 十分不解 政府 就好像一點計劃都沒有 給人感覺 見步行步 沒有計劃的 他就覺得 政府的原話叫做 大大跑的感覺 好似一邊 跑一邊亂亂 看看有什麼狀況再搞 另外一名 性陳的 島內的女士就說 性一邊來邊去偵差 真是令人很難跟上腳步 他在快篩揚醒之後 就透過網絡 搜索 最新的防疫指引 就為了確認自己是否符合標準 也是很負責的 你透過網絡 有些網站或者 Page 未更新及時更新 你也是糟糕的 沒錯 他就說 應該怎樣遵守規範 真的 不是很清晰 對於已經是 快篩揚醒的人來說 很大壓力 他確診後 還要研究隔離的規定 還要去爭著 預約有限的PCR檢測 其實對於確診人士來說是很累的 另外 5月18日的時候 台灣地區再次宣佈即日起 65歲以上的老人家 無論你是居家隔離 是 檢疫還是自主防疫 只要快篩是陽 並且經醫護人員確認即是確診 老人家 就要 去近的地方 去看看自己是否確診 請一些醫師去確診 是 不過這樣 他要通過APP 所以很多醫生就說 有些老人家 你要遠距離 去看症 是很難的 因為 好像鄉郊的地方 他們不太適用智能手機 以及 網絡設備 對於 鄉民、偏鄉的民眾來說是很難的 所以非常困難 很多東西都卡在這個應用程式的APP 就這樣聽 叫唐鋒出來扮唐鋒售教一下他們 那些人會打爆 打爆收機 那算了 另外 我們看到來自 美國俄勒江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 這位是 台灣地區的人士 後來去了美國 叫做紀俊輝 他說 台灣地區的遠距離醫療 他說在全世界來說相當落後 很多區域 醫院到現在 才可以 發展到遠距離醫療 這次危機 希望是契機 可以促進台灣地區的醫療機構 和 衛福部門積極發展遠距離醫療 因為台灣在這 真的和全世界的先進經濟體 差得太遠了 另外 大家知道 蔡英文 4月6日宣佈了新台灣模式 蔡英文表示 台灣地區現階段 是應該 這是他自己發明的 重症清零 有效控制輕症 就可以持續減少 確診數 而並非全面清零 亦不是 放任病毒到處找的 同身冠共存 即是躺平 而是要有效控制疫情 5月初 台灣地區宣佈 清靜 無症確診者 實施7加7 亦即是居家照護7天 自主健康管理7天措施 入境人士的居家檢疫 從10天減到7天 密切接觸者的康列改成 以同住親友為原則 5月17日開始 台灣地區更加將 密切接觸者的居家隔離 是放寬度0加7 只要完全接種了三劑疫苗 就不用隔離 只需要 配合7天的自主防疫 快、西藥、陰性 就可以搞定 就可以出去 台灣地區的防疫政策短期內 變來變去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來自江州立大學的專家 他就覺得 台灣地區之前 應該很久之前 防疫算是成功 但是 面對Omicron 產生的本土疫情 很遺憾 跟去年一樣 沒有超前部署 準備相當不足 從來都沒有在去年春天 去年春天爆了勁 三級境界的時候 從來沒有從去年春天 吸收到任何的 經驗教訓 他也說 面對Omicron變種 其實台灣地區可以 向歐美 學習經驗 但是完全沒有 根本 就是見步行步 行一步再行一步 他就說 比如 這個隔離檢疫政策 從每一 兩個星期 就是一到兩個星期就改一次 並且 一直是忽略疫苗 接種狀況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你只有81%就是第二劑 真的很差 一直到5月17號 最新政策才得到更改 就是宣佈密切接觸者打滿三劑就不用隔離 他也說 不管有沒有接種 疫苗 只要是有接觸史的 所有的檢驗隔離規定 應該一視同仁 其實 這樣就等於 因為他現在 有些 政策很混亂 還有 你知不知之前 這位 人士也知道 新四劑福音戰士 就是覺得有些東西好像高端 好像沒有效 不然他就不用叫人再接種 再接種 總之有得接種就接種 有得接種就接種 有得接種就接種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就說 今次的疫情 反映出台灣地區去年的本土防疫 以及 疫情的防範 還有控制 完全是 一樣 那麼差 跟之前疫情前半段 台灣地區一直強調超前部署 根本 完全是 不可以 是相提並論超前部署 其實之前是很幸運的 也有好彩成份 也有好彩成份 是的 Omicron變種 去到台灣 台灣地區 說他也挺嚴格 他就說 不單止 是萬半拍 是萬好幾拍 想不到他對自己鄉下 批評得也挺嚴厲 另外 台灣 民意基金會 昨天 發佈了 民意調查 蔡英文 不經不覺做了六年 不過六年之後他依然是有屈事 也很搞笑 總體來說對蔡英文的 職務表現是贊同的人 是 有46.2% 和上個月比 跌了3.7% 疫情 就是很多台灣人關心的這個議題 因為 搞到台灣人可能找不到吃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專家 紀進輝就說 台灣地區 過去把重點放在清零 投入大量的資源防止疫情蔓延 其實 很難把資源優先投入 在 購買一些物資上 他也覺得 台灣防疫 成也沙士 敗也沙士 由於上半場防疫得太成功 認為 所有沙士的經驗 都可以 延續到新冠疫情 但是 忽略了兩樣東西的相處之處 但是也有兩樣東西的不同之處 以及當時沙士時 很多台灣的醫生都是 逃跑的 大家看過新聞都知道 他就說沙士 沒有所謂的無症狀和輕症狀人士 一旦中了 症狀也很嚴重 但是新冠就不同了 加上Omicron變種和之前幾個變種的不同的特性 幾乎 要把它看成是不同的疾病 但是台灣 依然是延續過去的想法 認為以前做法就可以了 所以政策就還幾怕 他就認為應該是參照 丹麥還有歐美的做法 台灣地區的疫情 要向下降的話 就要 令到健康或者接種過的人 有機會 跟 這個 新冠接觸 提高人口的 群體免疫 但是 就是這樣 老人家很嚴重 另外一方面 由於醫療 的設施不夠 台灣地區75歲的老人 只要73%就完成了兩劑疫苗接種 很危險 其他國家都是老人家打得多 當然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是中國部份 我們老人家是90%的接種率 這樣就安全一點 不過可能也是跟華人思想有些人很害怕的 這些事情 我們 大多數的情況 就是有些 某宗教的人士 就有 各種原因 推堂 不可以有其他 異物 他們當作進入他們自己身體 保持他們的 順潔 是的 真的這樣說 聽到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地區75歲以上的人 只有43% 73%的人口 完全接種 所以他很顧忌 跟新冠共存 那些 弱勢群體的接種率一定要高 但他們不行 他們不敢 另外一方面 又不可以把疫情 規範綁得太緊 因為拖得太久 經濟會拖垮 當然 陳時中說 目前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專門 防疫的床位 大概 用了50% 雙北的床位相對來說是少一點 但是 目前台灣 醫療的狀況絕對不到崩潰的邊緣 說到崩潰 是危言聳停的 當然 紀先生說 台灣地區目前確診總數 大概100多萬 相對於2300萬人口 不算多 不過 他們依然是沒有辦法令到Omicron變種的疫情平緩下來 依照 歐美的經驗 至少有40%至50%的人中了才可以慢慢降低 但是他們接種率那麼低的話 老人家很危險 對於消略員也要小心 不消略員好像接種了三劑 所以 真的要小心 現在台灣地區 亦都是 因為 你知道 如果沒有 很多人 如果做不到工作 事實上 都是很嚴重的 台北市幼稚園 星期一開始停課五天 五天會少了一點 私人幼稚園每位學生 還會有紓困措施 知道多少錢 1000元 都比沒有 都比沒有 好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